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墨兰地图的安装方法 墨兰地图是调用的高德地图的API 所以它的地图是中文的 并且还可以显示交通信息 比如说道路的拥堵情况等等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看左边有一个墨兰地图 我们点击左边的墨兰地图 大家看 我的家它会给你标出来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放大和缩小这个地图 并且呢 大家看这个绿色红色就是道路的拥堵状态 在下面呢 有一些按钮 这是放大 这是缩小 然后呢 这个红绿灯就是我们的交通状态 我们点开就可以显示交通的拥堵状态 然后home呢 就是代表我的家 在地图上标出我的家 如果你把这个home点掉呢 它在地图上不标出你的家 右边这个按钮呢 是圈 你的家的范围 它会标出一个多大的范围 你也可以选择显示还有不显示 它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显示你的设备在地图的某些位置 然后我这个上面呢 没有一个没有一些设备是可以追踪的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真实的系统上面有一个有一个演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点这个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很多很多追踪列表 也就是说你的设备追踪里的设备都会列在这里 并且呢显示它的状态 好我们言归正传 现在就开始带大家安装一下这个墨兰地图 其实安装方法呢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呢还是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边新发表的文章呢 是Home Assistant更换地图为高德地图 扩补墨兰地图的安装方法 首先我还是感谢墨兰地图的开发者 为我们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插件 然后我的网站给他附了一个效果图 第一步呢 我们要去高德的开发者平台注册一个用户 并且创建一个外部应用 然后拿到这个API的key 我们打开高德开发者平台 我们点击登录 然后输入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登录 然后我们再点右上角的控制台 然后点击左边的应用管理 再点击我的应用 这个时候 大家看已经创建好了一个应用 现在呢就是我就是在用这个API的key 来操作 你呢可以点右上角创建应用 给这个应用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test 应用类型 我们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点击创建 点击创建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test的右边 这个加号这个位置 点击这个添加key key的名称我们随便写 比如说ha 平台呢 我们这儿一定要写这个外部端 外部端 然后我们勾选同意 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大家看他就给我创建另一个API key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key 来 配置我们的木栏地图了 我们把这个key呢复制下来 打开一个记事本 先把它粘贴到记事本里备用 这个网站呢 我们就用不到了 然后呢 我们再打开我的gethub地址 我这个项目呢 是克隆folk别人的项目 然后进行了一个修改 让他能支持home assistant 0.103.6版本 也就是说新版本的都能用 我们点击这个gethub 是不是右边这个克隆暗的download 我们选择这个download zip这个按钮 当我们点击这个zip download zip之后呢 大家看开始下载 左下角就已经开始下载了 当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稍等一下下载有点慢 我之前已经下载好一个了 然后我们当下载完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下载的文件夹 下载的文件 我们把它粘贴到某一个位置 我现在粘贴到桌面 然后我们把它释放到 释放到桌面 解压缩之后呢 我们看目录在这 这就是它的所有文件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站 上传安装文件 到你的树莓派或者斐讯N1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的结构 文章里提到的是上传三个目录 除了这个media目录之外的三个目录 还有一个index.js文件 到你的home assistant的安装目录 那么我们打开Xshell 连接到我的树莓派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有一个新建文件传输 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右边输入文件的路径 .home assistant 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文件夹拖进去 文件和文件夹都拖到这个目录下 大家注意啊 三个文件夹一个文件 我们把它拽到这里 拽到这边之后 它会问你已经包含一个WDR是否覆盖 确定 然后全部应用 好了 文件上传完毕 文件上传完毕 我们看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是生成一个长期令牌备用 进入到home assistant的网页 生成一个长期令牌备用 我们点击home assistant 然后点击用户这个图标 点击用户这个图标之后 我们把界面拉到最后 大家看这有一个长期访问令牌 我们点击创建令牌 名称也是随便起一个 我们比如说起个叫map 然后我们把这个令牌复制下来 留着备用 也粘贴到刚才我们这个记事本里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个api key 还有一个长期令牌备用 大家注意这个令牌 当你点完确定之后 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如果你还需要一个长期令牌 你需要再重新创建一个 这个文字不会再显示给你了 我点一下确定 然后回到网站 回到网站 我们添加下面这些代码 到我们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里 我们先回到home assistant的界面 点击configurator 如果你没有configurator 可以参考我前面的视频 安装configurator 或者是直接使用我的镜像 我的镜像里也包含了 然后我们把光标挪到最后 把刚才我们复制的东西粘贴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在这里粘贴好了 粘贴好之后 我们点一下右上角的保存 记住这一步保存之后 千万先不要重启你的home assistant 回到我们的网站 下面呢 就我们就要该用到了刚才的高德的API key 还有那个长期的访问令牌了 我们首先呢 还是回到我们的configurator 我们点击这个打开的按钮 找到3w的目录 然后再点customerui 再点击这个map的文件夹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config.js文件 我们点击这个config.js文件 我们看这里边呢 有几个选项 我们高德的API key复制到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高德的API key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到这个位置 下面就是我们的长期访问令牌 长期访问令牌复制下来 我们粘贴到下面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 前面的东西一概不要动 保留在原位 包括这个空格 我们在冒号的左边 也就是说 原来的文字的最后 粘贴你刚才的长期访问令牌 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看啊 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下面这个选项是选填的 如果你的一个想追踪某一个设备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位置配置过滤 因为你的设备如果很多 不想很多都显示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配过滤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保存 提示保存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重启Home Assistant 来完成 完成安装了 然后我们点击配置 服务控制 重新启动 然后点OK 大家看 连接中段正在重连 我们的Home Assistant正在重启 在等待的时候呢 推荐一下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 点赞转发 好 现在重启完成了 我们点击左侧的墨兰地图 大家看 就可以成功的显示我们中文的地图了 并且有交通信息的状态 实时更新 好 那大家问了 那如果我这个位置不准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的文章后面也提到了一些解决方案 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如果你遇到一个 你点击墨兰地图的时候 出现一个未授权的报错 那么呢 你就需要清理浏览器缓存 还有Cookie之后 再重新访问 就会恢复正常 然后如果遇到家庭位置不准确呢 你又不知道你家的GPS状态 GPS地址到底是多少 那么你要去这个网址 来查询 来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上海外滩来举例 来查询外滩的GPS信息 大家看 这里面就给你列出来了 你的GPS信息 我们只保留小数点后四位就可以 精度31点多少多少 纬度121点多少多少 小数点后四位就可以了 我们把腾讯高德的这个位置 取回来的GPS信息 配置到我们Configurator里边 Configuration.yaml文件里 Configuration.yaml 大家看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设置经纬度的 这个经纬度就代表你的加准确的经纬度 然后我们再看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呢 就是第三个原版地图还出现在你左侧的菜单栏 如果想去掉呢 也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去掉Configuration.yaml里边的DefaultConfig 我们在这里边应该能看到DefaultConfig 然后把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全都粘贴进来 我这已经粘贴好了 应该是到这个位置 我们把DefaultConfig 替换成这些文件 这些配置 那么你再重启一下Home Assistant 左侧的地图就会消失 只剩下墨蓝地图 怎么样 这期节目是不是很实用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